同样是冰 南北方的冰是完全不同的 有句老话说的好 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得多清楚 这冰冻那么老厚 它不是一天冻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历史上 朝代对尺的定义都不大相同 最小的尺就这么大 你看这下面有个尺字 就这么大 最长也就30公分 我们现在一尺是33公分 三尺就是一米 男人看这事就觉得不可能 冰冻三尺冰冻一米 冰哪能冻那么厚啊 我告诉你 我在黑龙江的时候 那冰冻的比这厚 有多厚呢 我们先说它载重 松花江上 重型坦克随便开 伐木工人 一到冬天去伐木 因为夏天伐不了木 那木头不好运呢 用载重大卡车 带拖斗的 这一卡车据说有上百吨 都从冰面上驶过 就在冰面上不停的开 可见这个冰面的这种载重能力 我们有一年去松花江 去要凿冰去 凿冰干嘛 他们说凿开了就能逮着鱼 你这那冰凿了有多厚吗 那是我第一次对松花江的冰的认知 东北 70年代 距今50年前 我们凿冰至少两米了 还没见水呢 这冰厚至少两米 就是我这样的人伸起手啊 我这十五六岁就长这么高 一米七八 我先告诉你 我不是很矮 我在那个时代不是很矮 我伸起手来 那个两米多 都摸不着那冰眼 两米多了 凿那冰完了底下 拿搞凿啊凿啊凿 然后把冰塌子往上 往上扔 凿出一大坑来 人都在那冰坑里 也不怕掉下去 它也掉不下去 最后终于有一回 咣当给凿出一个眼 出水了 你现在看 有时候那冰窟窿出水 它有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因为你有时候 眼小嘛 没那么大压力 就是压力大 你也一时半会都满不了 所以赶紧就跑上去 那么你说你这大冬天呢 跑到这个江上 打这窟窿干嘛呀 就给打鱼啊 这打鱼特有意思 我告诉你 这个打鱼得找明白人 你不是明白人 你凿一冰窟窿底下 啥也没有 那有的人就在冰面上看啊 他就知道判断 哪个地方就有鱼窝子 所以凿开了以后呢 就上去捞这鱼 冬天的鱼游动迟缓 就很容易把它给弄上来 或者下网啊 或者拿叉子啊 都能把它弄上来 那时候我们记得打那个鱼啊 我头一次见河鱼长那么大 有多大呢 一条鱼拎起来 有一米一五长 是很正常的 有的那鱼大个的 拎起来以后呢 跟人一边高 就一米七八 一米七八 将近两米 巨大松海江里的那个鱼 那鱼上来以后 一扔在那一会儿就冻成一大鹰棍子 然后就找大卡车 一会儿扔一卡车 一卡车那鱼 那鱼很有意思啊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富啊 现在这种大鱼 可能没什么人爱吃 那时候这鱼呢 是主要的 人的蛋白质的来源 因为肉特别贵 那么大的鱼啊 那鱼有这么粗 这么粗 跟它按得这么长 那肉 就是把它炖熟了 多少有点像牛肉 它都不像鱼肉 特别紧致 我现在想起来 还想起来 是不是有机会 再能吃一回这么大的鱼啊 它那个肉 鱼肉感 跟我们平时吃那个鱼肉感 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这冰啊 同样是冰 南方结不结冰 也结冰啊 你比如苏州就结冰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没少往苏州去 因为苏州出苏做家具嘛 就到那连看带找去 这两年 可能苏州都不结冰了 因为整体气候偏暖 我们可见的历史里啊 比较冷的时候 是大概明朝万历年间 那时候全国都比较冷 那冰一直给冻的快到南方 据说广州那边都可能能结上冰 但这些年 就是我小时候 五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气候是比较冷的啊 我80年代时候 到苏州就能看见接那冰 那冰都薄啊 那让我说那叫玻璃冰 什么叫玻璃冰啊 那冰接着你跟玻璃一样的 透明的啊 不像这北方的冰 稍微时间一长 它就跟乌玻璃似的 它有一层雾状 那但是苏州那冰啊 甭管你接多厚 其实也没多厚啊 你上去是走不了人的啊 你只能站在岸边看啊 你隔着这冰能看见那水底下那鱼 那缓慢的游动 那也是一种乐趣 据说很多过去养金鱼的人呢 就喜欢这种薄冰下的金鱼的那种扭动 你知道这冰啊 在不同的温度下啊 气温下 它冰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你别看都这么厚 冷的地方 比那个半冷不冷的地方 那个冰的承受能力呢 要高很多 你零下几十度的时候啊 你冰的硬度 据说能超过铁的硬度 那我也不知道了啊 就东北最冷的时候 大概一手直到这么厚的冰 就可以承受人的重量 这我走过 那时候胆大 现在你让我走也不走 过河 我们去冬天 当然那时候这个已经开始暖了 又接上冰了 那冰就很薄 人踩在上面 看着脚底下的那种裂缝啊 蹭蹭 这么不停地向旁边扩展 那时候也不害怕 因为知道河也没多深 其实那时候掉下去也挺可怕的 这个春天开河的时候 那冰特别厚的时候 它也承受力很 就很有限 它酥了 冰在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中 它是酥的 所以春天的时候 你上这个冰面上去 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冰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冰的这个致密程度 和它结实程度 它跟水有关 我们都知道 就是零度 我们水就结冰了 但海水就不一样 海水必须得零下几度才能结冰 因为它里头含有盐 盐分越高 它就越难结冰 但是它一旦结了冰 它就会很快的结得非常厚 所以我们看到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 比如在这个北半球的那个破冰船 破冰船经常被海冰能不能困住 我们现在 在中国这块国土上 过了大约 江浙的就苏州这一带 再往南 基本就不怎么结冰了 结点冰也有那个冰林子 我们说的结冰 是这水得彻底的冻住 你到了苏州这地方流动的水 它是结不了冰的 但我们过去在北京流动的水 挺湍急的水都能结冰 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就住在这个北京的西郊 军队大院都在西边 它离我们最近的水源就是这个八一湖 八一湖 你听这名字就跟军队有关 八一湖 它有八一湖 它有运河过来的水 那水流的挺快的 但是到冬天都会结冰 那么北京的这个湖泊比较多 当年这个元大都定都北京的时候 也是因为北京的水源充沛 任何一个人的聚集点 如果水没了 你人就没法聚集 所以在历史上 古人选择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聚集点的时候 一定跟水有关 那北京的这种水 我们都知道 称呼上 往往大的叫海 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南海 是吧 然后中南海下面有北海 北海有后海 石沙海 它都是海子 当然北京还有一些这个潭 比如积水潭 龙潭湖 它都是有水的地方 这些湖泊 比如我们的过去石沙海 我小时候就在那 特别爱看人家那个叫兵 取兵 那时候那个兵有多厚呢 一般的情况下都有三十公分 有这么厚 这么厚的兵 取兵的时候 一定取一个三尺建方 就是一米建方的 我们小时候都没有冰箱 谁家里有冰箱都没有 我都到 我大概到二十五六岁以后 才开始知道 这个家里可以拥有冰箱 那都是过去就人工采兵啊 冬天的时候呢 到这个湖面上或河面上 有专业的人呢 拿签子 拿打锤 咚咚咚 凿一圈 然后咕咚就下几块 一米建方 三十公分厚的 这个大冰块 掉水了以后 一个人拿大铁钩子一钩 呼隆就给蹬上来 蹬上来以后呢 就在这兵面上一推行 推到那边 那边准有一马车 用草帘子垫着 因为你这个冰 如果一个一个堕起来 没有草帘子 这个防滑的话 那你运输的时候 早都不知跑哪去了 所以一个草帘子 一块冰 一个草帘子 一块冰 把冰都弄好 绑在马车上 就运到北京的冰轿去了 北京冰轿特别多 我原来讲过 北京就专门有那胡同 就叫冰轿胡同 过去冰轿分好多种 皇家的 故宫里现在都有 你们今天到故宫 如果留心 你还能在过去 故宫的冰轿那 有一餐厅 你还能吃顿饭 那还有就是 王公贵族使用的 普通百姓 严格说是使不起的 因为这冰存了 这一冬到夏天卖的时候 不算太便宜 尽管不贵 也不算太便宜 这冰从第二年的初夏 就是大约五月份的时候 一直能卖到十月份 能卖半年 那冰都是河冰 那河冰的 那时候也怪了 那河水都太干净了 那个冰都干净的不行 然后你买多少 它就给你凿下了一块 你家里搁个容器里 比如有一铁桶扔进去 然后把西瓜 啤酒往上一搁 大家都围着 尤其小孩 看这个冰的融化过程 都很兴奋 那我们就跟着那车 人家凿冰的时候 准能掉下好多冰茬子 那攥在手里 就美得不行 那现在谁弄这事 其实马路上 赶着车卖冰的这个历史 过去就一代人 有了冰箱以后 我觉得我们 大概年轻的时候 家里有冰箱的时候 第一件事是先冻水 拿那个冰盒子 冻上水 也扣出来 觉得那个特神奇 今天大家 谁也没觉得 家里有个冰箱 有什么可神奇的 那么有冰箱的时代 就把我们卖冰的这个生意 就彻底的 给去掉了 所以我们小时候 所说吃的这种冰镇西锅 冰镇啤酒 它都不是冰箱里冰的 真是拿冰水冰的 那个温度是最合适的 我们今天有时候 那个啤酒 从冰箱里拿出来 就太凉了 其实喝着口感并不好 啤酒是在一个适度的低温下 喝起来的口感才好 所以我们对冰的了解 就不管是你自然界的了解 还是你对生活中应用的了解 都大概是这么一个脉络 那我们说完冰 就顺着程序就该说雪 你说下雪了 但是雪和雪确实不一样 你这雪和雪差距太大了 有一种雪就是雪栗子 就跟沙子似的下起来 打脸都疼 还有一种雪叫雪骗子 特别轻盈 你看李白写的朝王立阳不肯饮酒 这个诗 写的什么呢 地白风色寒 雪花大如首 你看那雪花跟手似的 他写的虽然夸张 但是他确实是大雪骗子 这王立阳就生活在今天的 这个立阳县 当时就在安徽 你看安徽就下雪 李白说雪花大如首 虽然夸张 但他你能理解他下来是大雪骗子 他能下这雪骗子的地方呢 他有一个先决条件 一定是气候湿润 你看安徽就湿润了 如果你今天想看这大雪骗子 我建议你就去北海道 日本的北海道呢 他那下雪跟哪都不一样 他下雪的时候能听见下雪的声音 晚上特别静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能听着扑扑扑扑扑扑扑的下雪的声音 但我没碰见过 有人说这个北海道的雪 一夜能下将近两米厚 这鹅毛大雪 下完那个门都推不开 但我碰见过北海道下雪 才知道什么叫下雪 李白写的燕山雪花大如席 就下那大雪片的 大如席显然比大如首更大一点 但你觉得这下雪就诗情画意呢 都是在这个比较湿润的地方 然后不刮风啊 静静的雪夜 看着下着雪还充满着诗情画意 在屋子里很暖和 但是你要赶上了暴风雪 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暴风雪一般都是雪栗子 它不可能这 这大雪片子刮来刮去 那一刮就碎了 还刮着那个东北人叫白毛风 你什么时候要赶上一回 你就真知道什么叫脸如刀割了 这种雪啊 我记得我那个十几岁在东北的时候 这东西叫大烟炮 就是说一边下一边刮 能冻死人 因为这个风一刮 那雪从地上就兜起来以后呢 你就看不清位置 据说最厉害的大烟炮 你自个伸出手 看不见自个手 那得多浑浊呀 所以当时呢 一刮大烟炮 任何人都不能出 出非常容易丢失性命 有人不信 说我这房子到他那房子 我走了半辈子了 我这个就几十米 我怎么过不去 就想从这屋到那屋 结果就冻死在路上 找不着啊 出去以后没有方位感 人的方位感是非常差的 人的方位感是靠看见 靠眼睛 所以呢 一旦你眼睛 这个不起作用 比如啊 你这个在天黑的时候 比如刮这种 白毛风 你看不见的时候 再比如你看到的 所有四周都是一样 比如在森林里 你很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人有时候 不能过于自信 那这个 我们都知道 一词打雪仗啊 打雪仗是一个 特别好玩的事 那什么样的雪 适合打雪仗呢 就这种湿润的 雪片子 它有粘性 一握就是一球 那种雪栗子 东北下那种雪栗子 捏不起来 捏不起来 一捏就是散的 我们小时候打雪仗啊 就是一到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十岁左右 一下雪就 那时候都穿着棉衣棉裤啊 现在孩子穿的都是紧的 我们的都 棉裤腿都这么粗啊 穿一大棉袄 跑出去打雪仗 然后最大的乐趣 不是拿雪球命中人家 而最大的乐趣是 最终一堆孩子 把一个孩子逮着 往后脖子里塞雪 那很多在北方生活的人呢 都有这种孩童的记忆 今天没了 今天我看北京市下一张雪 我就一个打雪仗 没见着 打雪仗这个 这个乐趣已经彻底的 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也许东北还有了 但是我这些年没有看到 在过去冬天呢 还有个乐趣呢 就吃这个冰冻的水果 因为过去 这个你吃冷食 你都是街上买 你家里是不可能有冰箱的嘛 你又吃不了这种冷食 所以一到冬天呢 北京以北的地区 成了个天然大冰箱 所以有些吃不了水果呢 就冻上啊 比如最多的啊 就是冻柿子 其次冻梨 还有冻海棠什么的 那东西冻的刚刚硬啊 就是你不知道 那东西能冻多硬 我先告诉你 一萝卜啊 一个心里面萝卜 冻完了以后 你拿起来往墙上一拽 那跟玻璃似的就碎了 吃这个冻水果啊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它该怎么吃的 这东西啊 没那么容易吃啊 你想拿牙咬 它是咬不动的啊 跟咬石子子似的 咬不动 那它必须要软化 那软化怎么化呢 你要是不懂的人啊 尤其南方人过来不懂 你想急着软化 你弄点热水一泡 这东西就没法吃了 就烂了 它必须用凉水拔它 拿出来就直接 拿一桶凉水 把这冻柿子 或者冻梨往里扔 一扔很神奇 这个冻柿子迅速啊 或者冻梨 就形成了一层冰壳 这个冰壳就扒在上面 你一敲 就掉下来了 这时候在吃这水果的时候呢 它里头就有冰沙状的东西 尤其动梨动柿子啊 它这种冰沙状的 就跟你今天夏天 去到这个冷饮店 去买一个冰沙 那种感觉多少有点像 那后来我就想啊 你说北方 北方过去啊 现在水果是全球性的 你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吃水果差异性不大 过去北方人是吃不到南方水果的 比如我小时候对香蕉啊 对菠萝啊 对荔枝啊 这些东西都有无尽的向往 因为很难吃到 今天你在哪吃都能吃到 那么北方的主要的水果是什么呢 是梨和苹果 但是冻梨啊 在这个冻水果里是最普通的 但就没有冻苹果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据说那苹果冻了以后特难吃 它梗的啊 咬也咬不动 我想也可能是一种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啊 比较疏松的 你比如这种冻梨啊 它那个梨它比苹果显然疏松很多嘛 还有柿子 柿子一旦放软了以后 里头都是软和的 我其实在北京小时候没吃过冻梨 吃冻梨是后来到东北的事啊 在北京小时候吃冻柿子啊 已经觉得吃起来很美的不行了 后来到了这个东北的时候呢 才发现冻梨 因为这冻梨啊 它不好看 它是黑的 第一回吃的是靠着火墙啃个冻梨 那滋味就是今天都很难忘 东北过去取暖啊 除了炕 就是火墙 火墙是跟灶有关 它等于那个火墙式的那烟道 这个热火在里头来回兜 最后才出烟筒 所以那火墙特别热啊 北京不成啊 北京冬天都是炉子啊 都是家里装一炉子 炉子又装烟筒又安风斗的 而且还还脏啊 所以过去的这个 一到这个入冬前啊 那就准备满的 接的都是排队买烟筒的 然后一到冬天就有人专门来 告你们家里得留一封斗 不能要不然你这煤气中毒 每年还都发生这煤气中毒的事故 那东北不是 东北是火炕 火炕特别舒服 所以东北人就养成了那种猫冬的习惯 过去 就为什么二人转在东北流行 就因为过去东北一家子住一大屋子里啊 然后转圈的大炕 中间就那么块地儿 只允许两人在那表演 所以他久而久之冬天闲着没事嘛 就形成了这种二人转的文化 过去老百姓啊 老百姓冬天有钱的人生个炉子 没钱的人怎么办 那都忍着啊 你不是说忍不过去 能忍着 那到了这个皇宫 他就不一样 皇宫呢 这个当然也有生炉子 他更多的 他用一些辅助的 叫比如火盆啊 这个熏龙 那么皇上住的那地方呢 更重要的呢 他是这个 有地暖 这个地暖这东西太好了 我们今天北方 以至于南方啊 现在南方人家里 这个很多人都安了这种地暖 地暖呢 它是由底下 向上暖的 它符合这种养生之道 然后过去说 头寒脚暖八分宝 对吧 头寒脚暖八分宝 那么这地暖呢 我们今天啊 我因为我们在北方啊 有一阵子全是暖气 暖气有那种气暖 有水暖 气暖那暖气特难受 还有的就是 宾馆那送热风 那更难受啊 不要说南方人过来 都不适应 北方人都不适应 但现在最好的 这个取暖条件 我觉得就是地暖了 地暖比较科学 那么最早使用地暖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皇宫 我们今天到这个故宫 你注意看啊 大太后殿啊 那个住大殿里 这个周圈都有那火道 都烧火的孔 一到冬天 这些地整个把这个建筑的地都烧热了 因为像故宫这种大建筑 那通高都是十几米 二十米的那种通高 你要想把这屋子给轰热了 那太难了 所以只能地热 地热呢 热起慢慢往上走嘛 所以这个温度特别合适 这种东西呢 叫地炕啊 其实就是地热 我们在漫长的冬季呢 这是古人发明了很多有意思的这种过冬活动 你说这冬天老猫在家里也不成 是吧 过去很早讲百家讲坛 讲过这个九九消寒图 我们每年冬至以后开始数九嘛 数九嘛 就是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一 一直到九九九八十一天 那九九消寒图就是找九个字 每个字九笔 叫亭前垂柳 珍重待春风 你看写的不仅美 内容呢 还跟你所要表达的 这个意思呢 吻合 但每天你只能写一笔 这每天写一笔是一个挺难的事啊 你就跟你说 你会唱一歌吧 每天就唱一句啊 第二天你接着这句唱 你试试 他找不着感觉 所以把这个九九消寒图写完了呢 这春天也就来了 但是在这漫长的冬季中 我们刚才说九九八十一天 你两头算起来也仨一月呢 是古人最流行的呢 活动啊 史外活动 就叫冰夕 有点像今天冬季奥运会的意思啊 北方大多数地区 基本上一到冬天呢 都是几个月的时间被冰雪覆盖 你想北京也得有仨一月 那东北得五个月吧 很多 到了宋代 宋代就一千年前 皇帝也喜欢冰上的娱乐活动啊 南方人喜欢什么呢 喜欢鞦韆 有一种鞦韆在水上玩 船上的 荡来荡去叫水鞦韆 那南方人就喜欢冰锡啊 就这个冰上的运动 明朝的记载已经很清晰了 乘坐的那个冰车呢 就成为北京城内冬天的这种风景线 我们小时候都坐过冰车 冰车有两种 一种呢 是别人帮你 就是动力不来自于你自己 是别人推你或者怎么你 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来自动力 有两个冰叉啊 这么插着 有坐着的 有站着的 有各种 还有那种高速的 就只能站两个脚 站起来 滑得非常飞快 今天都看不到了 今天除了好像穿冰鞋 没什么新鲜的呢 那么这种乘坐冰车的这种游戏 在晚明的时候呢 特别受社会欢迎 所以在晚明的这个书中啊 绘画中呢 都有记载 有一个很清晰的记载啊 是这个天启五年 也就是1625年 当时呢 满族人在后金 他也有一个年号 是他天命十年 他在那个正月初二啊 大年初一过年吧 正月初二就出来了 当时东北 诺尔哈赤正在崛起 他在冰冻的这个太子和尚 举行了一场冰上运动会 这是我们有记载的 那距今呢 四百年了啊 差几年就四百年了 太子和是辽宁呢 比较大的一个河流啊 现在位于辽宁省的东部啊 可见当时这场运动会的规模 应该还是在那个时候 应该算很大了 当时比赛的项目呢 有冰球和花样滑冰啊 你得冠军了以后 奖赏什么呢 那时候不是给你奖牌 直接就给你银子 给你二十两 第二名呢 给你十两啊 这钱在当时算一笔大钱了啊 满族人啊 他进了山海关以后 到了北京以后 北京应该还是很冷嘛 他把他的兵车之乐呢 就给带来了啊 就把他是竞技滑冰呢 就带到了北京 尤其到了清朝的康庸两朝啊 那时候天下已经坐定了嘛 兵上运动就变得特别丰富 乾隆皇帝甚至把滑冰运动 定成了一项这个国俗啊 和另外一个巡姓啊 一个围猎一样 每年呢 他就定期举行了 那他作为这个 宫廷的重要典制呢 他就记载于清并的大清会典之中 这个 这上面能找到这样的字 就皇上所说呢 兵夕为国制所重 就是说 我们兵上的这个 这个运动 为国家呢 定下来 而且很重视 每年到了冬至日啊 皇帝就会在迎台观看兵夕活动啊 就我们可以说观看兵上运动会 拉班节的时候 皇帝会陪太后到北海的庆销楼呢 观看这种兵上运动会啊 参加兵夕的这个人员 一定要分为两队啊 每队数十人啊 这个各队有十二个主要人物 要穿着红黄啊 两色的马罐 以示区别 那比赛嘛 你得颜色分出来 这种比赛呢 分花样滑冰和速滑 你看跟我们今天差距不大 对吧 花样滑冰就要在冰上啊 摆出各种造型啊 还有就是杂耍杂技 我们有时候你听听啊 那时候古人呢 起这名有时候特形象 但是不怎么哑 比如说这造型叫大蝎子啊 你看那蝎子肯定是这个 这只尾巴翘起来 那可能就是一只腿翘起来啊 比如叫双飞燕啊 比如叫哪吒闹海等等 这些一听 这难度就比较大啊 那速滑就不用说了 速滑就是你爱啥 姿势没关系 你谁滑的快 谁就赢了啊 今天当然有 你觉得姿势特漂亮 那姿势漂亮 也是因为为了滑的快啊 没有一个人做姿势漂亮 为了滑的慢的 那皇上一定把滑的好的挑出来 分三六九等啊 这个分出来啊 每个人发赏银啊 一般参与的人 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因为他有个道理 这个皇上他不是光看你比赛 因为这个清代满族人呢 他把滑冰和这个冰上的足球和摔跤 作为守卫京城部队的一个军事训练项目 这东西不是光为玩 还是强身健体 而且在军事上有用 他为什么有用呢 因为他这种技艺呢 他叫跑兵鞋啊 他跑兵鞋呢 在过去在东北 在如果你沿着江啊 你迅速行进的时候 你比你走道要快的多的多 所以过去啊 清朝军队里就有专门这种溜兵的兵种 有点像我们的骑兵啊 骑马是个兵种 只不过这些年用不着才可以取消了 所以他叫继勇兵鞋营啊 溜兵的兵势呢 就叫兵鞋 他就叫兵鞋 教习这个刘兵技术呢 就叫兵鞋教习啊 就是教练 管理刘兵的机关呢 就叫兵鞋处啊 这个很简单 当时所用的兵刀 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啊 他首先没那么高啊 现在这兵刀特别高 你要是不会滑兵的 你一块上去站不起来 你得脚腕的没劲 他就是在木板下面 用钢条或者这个钢片绑在 这个鞋下子就成了 特简单啊 这种 我们在东北也做过 两块木板底下绑两根铁丝就能 就那五号铁丝绑在下面 你把再跟鞋绑在一起就能上去了 那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学 不容易摔倒 乾隆十年的时候啊 乾隆十年是1745年 那距今有不到300年吧 叫一百二百八十年啊 乾隆在观看这个兵熙之后呢 他写了一个兵熙副啊 就很高兴 他就令一帮大臣呢 给他写同样的命题作文啊 就是我写了兵熙副你们底下 因为那过去那个宫廷里的重臣 没有一个文学 本事不够的啊 都能按照皇帝的这路子再写一遍 各写各的 然后他就让宫廷的画师们就把这个兵熙的盛典就画下来了 你今天啊 看这个台北国公博物院里呢 他就还有这个玉制兵熙副图啊 北京也有一套啊 是姚文汉绘制的 叫紫光阁赐艳图 他比较完整的在线了当时兵熙的一个 这种盛大的一个场面 对吧 那么兵熙图其实画了不止一个啊 至少我们现在能找到两个 一个是金坤为代表画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张维邦啊 包括跟姚文汉一块合作的 这些呢都藏在这个故宫博物院 这些作品呢 他真实的唯妙唯孝的记录 当时的冰上运动